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吧 因为我不是业务 我是行政总值班 行政总值班更厉害 是吧 过楼暖气不热了 哪漏水了 什么哪没电了 什么医院都是两路电 是吧 他为了保证手术 你这么做手术呢 咔 没电了 所以那烂七八糟事更多 这个值班的最痛苦是什么 有可能你这一晚上啥事没有 但是你睡得好觉吗 你那个老心老是悬着的 是吧 我们经常说放心 放心 把心放在肚子里 你这个值班老是心提在 那么的这个 不是说提在嗓子眼吧 老是在那提着 只有跟那个车祸逃逸一样 是吧 逃出去了 老觉得警察要逮我 老处于那种急切的优和率的状态中 所以保证你这个睡不好觉 所以在医院值班的护士 大夫 包括这个医院的这个行政总值班 我觉得那么几年班值下来以后 对人的身心摧残是最大 后来我说离开医院 原因就是这个 所以大家你们如果还在做这种什么三班倒值班的话 我劝你们还是找一个比这个钱低一点的工作 能够放心的回回神睡睡觉 否则的话 这将来这个神就是乱了 而且你们看一下 现在医院工作的大夫的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现在都是超过普通人的好几倍 而且我前一段时间转了几个西医大夫的微博 就是说手术室现在是越来越干净 越来越现代化 但是在手术室里面工作的医生麻醉师和护士的发病率 癌症发病率越来越高 所以他在那种相对封闭的那种自循环那种环境里 病人的那种气 还有手术那种材料 燃烧切割那种气 所有圈 一点不遭见 全吸到你自个儿的肚子里 所以这种职业还是不要干 再一个特别注意的人法人的这个事 最近我的好几个朋友陷入中年危机 我准备写一本叫爱情免疫学 什么叫爱情免疫学 就是年轻时候上学时候或者是没结婚前经历了好几场不成功的恋爱 一身舌头好几道文 这事是好事还是坏事 不一定是吧 真的不一定 当时觉得痛苦的痛苦欲生 这个事发生过了以后 就跟打了免疫疫苗以后 终身免疫 这爷在四五十岁七八十岁的时候再经历同样事 对我不起作用 偏偏那些年轻时候 寻规蹈矩 好好的孩子 不让人碰 不让门摸 不跟人接触 然后稀里糊涂结了婚 过得也挺好 结果爱情来了 自个儿又没有打免疫针 这时候出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这时候出的问题不是两个人的事 是两家子的事 甚至牵扯更多 为什么说两家事 这事要牵扯到你老婆 牵扯到你孩子 而且如果对方是个单身 大龄未婚男或者大龄未婚女的话 他牵扯是一个人 可是有我现在我这两个朋友出事 都是对方也是已婚 都是没打疫苗 这个我们我有段时间治这个麻疹 大家知道麻疹是什么 终身免疫的 就是说你小时候得过麻疹 发过疹子 这辈子你不会得麻疹了 我治了几个四五十岁大老爷们 看麻疹 为什么 小时候没得过 赶着四五十岁得一场 我说你没得过也行 打个麻疹疫苗也不就不得了吗 然后还得按小儿的方法去治 透枕 什么叫透枕 这个麻疹是一种热毒 如果它往心包和心里面走之后 最后就导致神明的高烧 混乱 这个麻疹的顺就是 出来红红的枕着往皮上一透 宣发出去 心里面那个毒火就没了 就怕麻疹内陷 就往心里去 这个我的爱情免疫学 跟这个是一样的 是吧 这也是个心火 是吧 动了心神了 而且这个我的一个那个好朋友跟我说 他睡觉时候我瞌睡 他醒来时候我醒来 他痛苦的时候我痛苦 他跟老婆做爱的时候我也有感觉 我说你这个痛神了 他问我怎么办 我说兄弟我也没经验 是吧 你们看着办吧 因为你要掺和进去 我说这清关难断 家户事这个太难闹 所以这个事情呢 怎么处夫妻关系 我估计大家不论是已婚未婚 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经验 下一个文章就是 现在不是微博上流行一个叫 我的前任是个极品 是吧 就是吐槽自个儿的前男友 前女友 前夫或者前妻那点恶心事 我看完以后 我觉得这个特没劲 为什么 君子绝交不出恶声 是吧 其实看一个人人品 就是别看好的时候怎么怎么着 分手的时候缘分尽了 而且你吧 越吐槽你这个X越不好 说明什么 说明你也不咋地 是吧 所以留下一点美好的印象 还是有利于你以后的重新的生活 咱们不从道德上说这个事好与不好 而且大家想想 如果你离开一个单位以后 把你前任那个人 前任老板骂得狗血分头 而且四处说 然后下一个人 下一个人聘你的时候 他会怎么想 想想 卢勇你这搞这个H2的 依你的这个感觉呢 卢勇 一般我们在面试 或者我们特意去试试这样的东西 是吧 就套套你的X怎么样 是吧 你看多阴险 上了后普课以后你们就可以套过这个陷阱 其实你想一想 我总是用健康与不健康来分析一个人 一个健康的人 就是说伤口 裂了伤口以后 就让它长好 而不是往这个伤口里面再撒盐 再下驱 是吧 然后看着这个伤口在腐烂 然后就 好多人是有自虐的快感的 前两天有个人要自杀 把这胳膊上滑的 全是那个拿刀拉的那个印 这自虐 自虐的时候你别看 咱们看的痛苦 他有快感 他滑一道血出来 他心里很高兴 这相当于放血疗法 是吧 是吧 滑的还都是手三阴 最狠的是什么滑 这么滑 你们见过都是这么滑是吧 各万之事 我告诉你 真要死的人是这么滑 自残率高 谁想试试吗 我也跟大家上次说过 我经历过结婚离婚 然后又反思了十年 突然发现自个儿存在问题 然后在解决自己的问题 然后再去过 如果你老是说自个儿的 X不好 那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你好呗 你好了你还咋成这样 是不是 这里面有悖论的 所以夫妻或者是男女相处 我个人认为里面有一个 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节奏的问题 谁法谁 谁法谁 你看这就是女权主义者 家有牵口主事一人 咱们在一个总的原则下 说法 然后不反对 在总的原则下 他也会反过来跟你的节奏 我就是说 跳到就是三个人掉河里面 你先救谁 是吧 我说这个问题一定要考虑清楚 再出去混 这个东西考虑不清楚 你回避不了的 你将来总是会碰到这个问题 我说谁 我说先救谁 先救自己 对吧 所以夫妻里面 我不确定 一定要以夫为主 或者以妻为主 但是一定是有一个为主 我个人认为 符合自然之道的话 应该是以夫为主 好多人说凭什么呀 你正来没我多 长得又没我漂亮 那么多人只有我跟你 我算亏了我 我告诉你 谁存着这种心 我告诉你 你将来会过得很苦很惨 就像那天我看那个万箭穿心一样 那个女人就损失在这儿 第一我嫁给你一个乡下人 第二你能有今天就是我的功劳 是吧 然后整天这个这些话就总 这个东西你要以他为主 你尊他你敬他 然后你觉得他 他就是最好的 你值得 这个人会越来越好 我的观点是这样 要么就跟人过 对吧 你要那么采过人跟人离 是吧 你不是有更好追你们就赶紧 为什么我们活的都是这么拧巴 又把人骂成那样 你还要跟人过 是吧 这就是要出最大的问题 所以把这些事 那么比如说 我就是以我老婆为主 我老婆说啥 我老婆说几点睡 我就几点睡 我老婆有兴致了 那我就赶紧去 招之计来 来之能战 战之能胜 然后还有一句话别忘了 挥之计去 你别赖着不走 是吧 这个夫妻分房睡 打个主场课长 来 来了 来之能战 战之还让老婆满意 然后老婆说去吧 行啊 心甘情愿 有钱难买乐意 是吧 要么就以夫为主 是吧 我小时候看过一个 最留下最深印象的 那个童话 是安徒生的吗 忘了 安徒生的还是谁的 知道什么题目吗 老头子做事总是对的 听说过这个童话没 没听话我给你讲讲 我从小这个夫权思想比较严重 所有让老婆出去工作的男人 都不是好男人 怎么说这个事 他是这么讲的 就是说 有一个外国的 还不是中国的 有个老头老太太 就是 过得是特别幸福 然后呢 他老头有一天 拉一头牛 上街上去 去换 物物交换 他一看那人换 有匹马不错 他说 我拿我牛换匹马 那人说行 换了 然后呢 他骑这马 又说 看人牵了几只羊 他说 这羊还能 有这个奶 还能养吧 能养一群羊 然后就换了几只羊 然后呢 看了羊以后又换鸡 说这个鸡能下好多蛋 蛋又能生鸡 最后又拿只只鸡呢 换了一道烂苹果 说这个苹果还能种树什么结果 最后结果 就是一头牛 换了一道烂苹果 然后背回家了 就路上回家前 在那喝酒还是喝茶 搁几个人 那帮人一听这故事 他说那妈你回家 那老婆还把你削 他说我老婆好 我老婆有个原则 他说老头子做事总是对的 那人说我们再不信 当时那咱们打赌吧 打桌子赌 打桌子赌 大概值十头牛的赌 最后那几个人就跟着说 我们从来没见过 提出我有这种傻逼老婆 是吧 然后就跟着他回家了 敲开门坐下 朋友打赌人往那一坐 他们说 他说老公辛苦了 出去怎么样 他说老婆 我出去以后先看了一匹马 我一想这骑马多好 跑得快 我就换匹马 他说老头子 你太好了 咱们去哪里玩 就可以省时间了 拉个牛多慢 对 你帮人看傻眼了 然后说后来吧 我又走了看群羊 我一想这羊能下好多羊 还能有羊毛 那老婆说 那太好了 咱们有羊毛山穿了 然后说我又看 换了一只鸡 哎呀那天天有鸡蛋了 最后说我又换点烂苹果 哎那好 咱们这果园里种上能结果 老头子你太聪明了 结果那打赌的人在这看着 行 您爷 就把那个钱就给了 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说明看老公要看长远 不要看他暂时换点烂苹果 就否定他 一定要等那十个金币来的时候 这个事情在给我爸抢救的时候 抢救我爸的时候 我跟你们说过 就是我们家仨大夫意见不一致 最后举手表决 举手表决以后就一个人做主 所以家里有一个人 家有牵口 有一个人主事 要比轮流出头主事 要幸福要幸运 既然嫁了 既然定了 你就记住 婚姻的一半是意识行为 你要纯粹讲爱情 干嘛要结婚 今儿跟这个明儿跟那个多好 是吧 意识行为 既然叫意识行为 就要考虑逻辑 考虑因果 夫妻的节奏要合得上 这个节奏表现出来是两个 你这样说 琴色和谐 和和谐是两个概念 谐是哪个 谐是硬 斜就是一样 和呢 不用说了 是吧 那这俩有啥不同呢 前段有个膝带发一尾本 说他爹妈什么教训 他们家什么小舅的 说你看着楼下那对小呼吸 回家同时回家 出去买菜 手拉手 出去干什么都手拉手 最后呢 最后呢 最后离了 这都不正常 是吧 说明他们什么呀 只有同没有和 是吧 那你说到底是应该和呢 还是应该邪呢 废话 该和的时候和 该邪的时候邪 所以中医没法讲道理就在这儿 是吧 老有人说你告诉我吧 告诉我 道吧 首先要硬 硬是什么 硬阳者天地之道也 比如说夫妻这个 老公有欲望了 老婆呢 老婆得跟他上吧 老公在那儿捞一换 老婆信冷淡 信冷淡 他不是完全信冷淡 他只不过那个不应期 长了一点 是吧 那么处的时间长了 慢慢要调 要把他那个不应期 男人也有不应期 是吧 两次射精中间 那个没反应的状态 就要不应期 最后呢 调到硬 当一个老公性欲过度亢奋的时候 不正常 天天吃完尾根就要来 那要怎么办 那好 我要挑的周期 要跟你合拍 那一块犯病 这时候就要消他了 就黄连 谢心汤就给他喝上 你这家伙 邪火 这叫合 所以他总是通过硬和合 能保持他不走极端 而且保持这个系统在运转 不硬也不喝 那是什么状态 冷战状态 冷战状态 阴阳没有交流 冷战状态就离崩溃不远了 所以夫妻打架打的离婚的很少 夫妻冷战 一离一个 一打一个嘴 打架也是种交流 对不对 在古代那么 不是在古代 就是中国人这种 心里面那种扭七扭八 那种积怨积恨 最后 最后都是通过打架 打完了以后 打完了怀上了 好多人怀孕是因为通过打来解决的 互相打通了经络 有本书 你们回去看一下 我看得非常好 叫《问中医几度秋凉》 她是一个女的 岁数跟我差不多一个中年妇女 写她妈妈的故事 那老太太说的话全是智慧 比我妈说的话一点不差 所以她就发现 她治疗条理这些不孕症 别看夫妻打的 这个头破血流 鼻青脸肿的 是吧 你要现在按现在这种 讲理的这种价值观说 夫妻打架了 家庭暴力 你要道德谴责 你要判刑 别扯了 床头打架强位好 她是个交流 只要不打出人命 打出人命咱们单说 就怕 就怕什么 冷暴力 不搭理你 我扫不搭理你 我全当你不存在 这种伤害最大 再一个就是 比冷暴力更厉害一点 就是夫妻都很交心 交心以后都把自己最柔弱的一面 暴露给对方 如果对方利用 利用对方暴露出自个最柔弱的东西 再捅他一下 那这个人只有死路一条 那天我看万箭穿心 为什么感慨呢 那人为什么自杀 因为他老婆看见他跟别人偷情 他不是踹开门去捉奸 他打一电话让公安局 让派出所来抓卖银嫖娼 结果这满露苗一抓以后 这哥们是给厂办一主任 一人乡下人混到厂办主任 也很不容易了 最后啥都没 尊严地位工作全没了 最后还被迫下岗 而且所有这一切都是谁 都是谁干的 都是跟自己同窗共枕 这个事情最惨烈的 就是到了这一阶段 到这个惨烈最后就是两败俱伤 我不认为你把对方害到什么程度 你能好到什么 当然这现在你拿常人不好理解 当一个人心里坏了 很恶毒的仇恨的时候 他就眼睁睁看你死 看着你痛苦 看着你受罪 他心里会油然而生一种快感 你不好理解他的这种状态 你也不能说他是心理变态 他是正态 他心怀恶毒的话 他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应该善于 发现一些对方存在的 生理和心理上的问题 所以我说前爱情的这个东西 有时候爱情免疫了 有些事情他也不是免疫 他是在心里面深深的封闭起的一个特别阴寒的黑洞 黑洞的质量很大 是吧 这个东西被紧紧包裹的时候 他还没事 一旦有机会让他出来 那个出来那个负面能量是太大了 太大了 所以我说这个男人 不管男女啊 男女受寒 外面吹个风啊 吃个冰棍啊 这些都是很扯的事情 真正受寒是什么 真正的受寒是性交过程中受的那个寒 咱们说如果一个女人特别阴寒的话 你知道这个咱们说假定男人是正常的话 男人在干嘛 男人在干嘛 男人在用自己那个温暖的 温暖的身体 去暖和那个人 往往到最后有一种结果是什么 女人还没弄热呢 自个儿已经尾掉了 还有一种情况呢 一个温暖的女人 去温暖一个阴寒的男人 那有人说男人要阴寒 他肯定阳尾他都起不来 他怎么会冰到你 我告诉你 阳尾是阳虚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 阴时 你别以为阴时男人是阳尾 阴时男人战斗力也会很强 所以做爱可以叫做爱 也可以叫fuck 那个fuck排泄出来的全 这种阴寒恶毒的东西 一个温暖的女人去 搞这么一个男人 最后呢 最后把自己搞得就是 变得阴寒掉 可能那个男人 把所有阴寒恶毒东西 全排泄完了以后 他变成正常了 是吧 然后那女的开始抑郁了 我以前有过不少这样的例子 我前段时间治疗一个抑郁症 她抑郁症十年了 然后她老婆陪她来看病 我看她那个表情举止 我就知道她是个搞医的 我在问诊的过程中 我说你夫人做什么呢 她说夫人是个护士 我说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她说我们结婚六年了 我说那你得抑郁症的时候 你老婆知道不知道 她老婆说她是我的病人 我说那你够伟大的 你知道她有抑郁症 你还嫁给她 她说我高估自己了 那我一听这话 我说这是个有内涵的女人 最后一问 她当时就是看这个小伙子 长得也挺帅 也挺有才华 得抑郁症的人都很有才华 别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得抑郁症 另一个意思就是 你是很有才华的人 她说她病的时候 我照顾她 我就觉得我能把她温暖过来 我说后来呢 她说我也抑郁了 就是很凄凄凉的说了一句话 就是她试图把这么一个 阴寒冷凝的人去温暖过来 最后她自己也抑郁了 所以这个经历很多人都会有 包括我自己也经历过 这就是要不掂量自己 她碰到这种殷实的 殷寒的 不管她是男人和女人 怎么办 远离是很好的 但是忽然发现 相亲十个人有九个都是这样的人 找不着一个正常人 咋办 找徐老师 没看徐老师 有时候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 摸一个阴寒 摸一个阴寒 最后回家 我老婆说 你走的时候 出门的时候满脸红光 回来就满脸铁青 我说咱们这不是拿命换钱吗 是吧 这个例子很简单 给你一块冰 你是拿一个蜡烛去慢慢烘烤它 画它 还是拿个冰锥子去戳它 两个一起用 你这还深得中医之精髓 看过本能吧 萨拉斯通眼的那个 对那个冰锥子有印象吧 我告诉你 这就是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 对待这种阴寒恶毒的人 千万不能给他们一个好脸 千万不能张开怀抱去拥抱它 拿自己温暖的胸膛去感化它 最后你会死得很惨 一定要拿出罪 凶狠恶毒的话 拿出你的针 去扎它 我说的话是有对象的 是对这种极其不正常的人 你如果用温暖的方法去 跟他接触的话 他所有阴寒东西全都会给你 最后你除了当不了好人以外 你最后可能还要当恶人 你记住那会儿他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人 他是被一种邪恶的气或者是神 包裹的人 一定要把他内心存在的这种 阴寒恶毒的东西给他 首先打碎 什么叫打碎 什么叫毒 问大家一个字啊 你看网上那些能骂出那么肮脏的那些话的人 哎哟 你看了以后就知道你这个人心里装着都些什么东西 是吧 什么叫狠毒 一些人做的事说的话都很狠毒 那你就马上想一想 哦 这个人背后是什么东西 是吧 他积攒了多么阴寒负面的一些能量 这些能量又在哪 是吧 如果他是你的亲人的话 你就想 哎 怎么给邪气出路 是吧 让他出去 出去以后你就发现这人变得什么 变得变成平衡 平和而正常 这时候你就可以考虑 考虑什么 考虑去温暖他 所以我说跟人握手的时候 如果碰到这样鬼手 什么叫鬼手 极其冰极其凉而且潮湿 你会像摸到一条蛇 这种时候你就 哎呦我给你捂捂吧 蠢货 碰到这种手啪就打开 然后瞪他一眼 碰到一个不是阴寒过剩 而是阳气不足的人 他手也凉 但是什么 我一般血不温 就是说该暖和他不能 这种手赶紧拉上 一看结婚没 是吧 我替你暖和暖和 这种手什么 而且这种手温暖以后 人家会接受会领情 而且当他暖和以后 他会回报 我们经常说你要感恩 我说他 他阳气没到那份 他不会感恩 你干嘛弩着去感恩 你想那个冰凉的手 是什么呀 冰凉的手是minus 是负数 冰凉手你先得 把它捂到这个零 而且把那个 阴寒东西都排完了 然后他在零度以上 才会所谓的感恩 这得差多少 是吧 我说那个不温的手 他就是零 不温 你给他点能量 他也能接受 而且很快就回应 所以一定要 合合度有什么区别 问一个人 坐在最后那同学 就是你 叫啥名字 李宁多大了 哪年出生 蛇年 六五年也是蛇年 你算这么快 八九年 五八七年 是不是八九年 你看看 长这么年轻 好 说吧 狠和独有什么区别 没有想法 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吗 猜一个 女人都有直觉 不要骗女人 坦白承认就完了 好像感觉大概似乎可以 什么 跟新没关系 坐坐坐 没感觉 谁有感觉 宋 宋同学 如意同学 你这是过来人 你眼睛好毒啊 它是物质吗 哎 漂亮 狠呢 知其要者 一言而中 不知其要者 流散无求 天天我给总结 你看精辟不精辟啊 狠 是压力大 毒 是压强大 精确不 所以这个人说话很呲呲的 这人说话很毒 做事很毒 当他的物质是一定的 我们说他积累了很多阴寒负面东西在体内 我们没有办法先把他的物质全赶走 但是我们有一个办法是什么 不让他凝聚在一点 不让他成事 街头报名全在北京市散开 他成不了事 都集中在工体那时候 这就要出事 所以我们先预防这个事 先不要让 先别说解决他狠的问题 先解决他毒的问题 就是说不让他凝聚在一点 不让他凝聚在一点这个事 就是我们说那个冰锥子理论 而且我们在诊断过程中 大家有找我看过病的 都知道我要去摸 摸什么呢 就是在摸毒 我们的老师把他说 先要摸到他像一条鱼 这个鱼也就是说 他已经相对于没鱼的地方 他已经在那锯了一条鱼 是吧 但是这个鱼 我们都说蛇有七寸 是吧 鱼有头 我还没说呢 那个头的浓度 密度 就比鱼身子鱼尾要大 最后要找到鱼眼 那就是他最毒的地方 最集中的一点 这一点一针下去 什么效果 速导呼瞬散 他那个主心骨没了以后 哗就散了 所以我的病人连扎针带吃药 有的人效果非常好 就是说两周前来 一个大银块 阴冷的硬结在那 两周后一摸 没了 说明两个 一个是大夫 好 再一个 再一个 病人的底子 元气比较足 你说这两周他在干嘛 他的元气和元神 在跟他做到这样 咱们同学有个 同学的妈妈 因为这个 姥姥去世 就是三年 这个悲痛不能自拔 然后厌食 情绪又缓不过来 吃饭又解决不了 到西医那给诊断什么 说说胃轻瘫 西医有个名字叫胃瘫痪 这个西医市场做得非常好 是吧 你们发现没有 人得病以后 他对病的好奇心 有时候要远远大于 治愈病这个欲望 就是我想知道我得什么病 这个心理要比说 你快给我治好病吧 比这个心理都强 意思就是说 哪怕我这个病治不好 我知道它是什么病 我也就死而无憾了 是吧 这种心理 西医的发展是完全满足 你们这个好奇心 所以他还有各种各样 奇怪的病名 你这是什么病 中医吧 老在那玩虚的 阴阳五行 虚实寒热 最后人说我得什么病 治好人都不谢你 为什么 病是好了 我好奇心没满足 是吧 所以人给到一个胃轻瘫 什么叫胃轻瘫 就是说胃不辱动了 胃不辱动了 结果那天给点完血以后 那也不是老太子 人挺年轻的 是吧 出来那哭 哭 哇哇哇的哭 然后两周 昨天来的 来了以后 换了个人 是吧 说 我这个不停地在吐瘫 不停地在吐瘫 这个瘫是怎么出来的 怎么出来的 从胃里出来的 从胃里哪出来 他胃为什么会轻瘫了 为什么我们在他肚里发现那么大那块 所以他的胃壁 吃过猪肚吗 就像这胃壁里面充满了没有排出去的肺液 年夜以后 所以他就处于这么一个呆滞的状态 等我们通过针刺点瘫中药这么一激发 这个神就来了 神就开始把那个年夜一点一点往出排 排完以后 喷一口 喷一口 再摸一大半那胃 就那个大硬块 就小了一大半 再一半吃饭 吃饭也香了 睡觉也好了 心情也好了 这就我们叫是一个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解读 稀释的一个过程 慢慢去发现你周围的 恋人 朋友 老公 妻子 当他们说话恶毒的时候 很同情地看着他 老公 我们解毒吧 牛黄解毒完解的是热毒 当他的热集中在一点的时候 就会出现什么 肉腹成农 我们解的是 很多人都知道解热毒 没有一个人说解寒毒 寒还有毒呢 当然有 抑郁症 就是典型的寒毒 而且什么 心寒持冷 寒疗心了 是吧 中国人造字很有意思 痛心和心疼 什么感觉 心痛和心疼 太专业了吧 你没心疼过人啊 还心疼轻一点 一个就是被阴寒 一个就是被阴寒凝制住了 一个是带有什么 带有热 带有火 所以调节奏 把这个节奏调好了以后 夫妻的关系 会长久 我谈不说什么叫好 因为好和坏都有不同的评价 这种关系会维持长久 因为现在我们的关系都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脆 脆的原因在于什么 当你发现这个有温度 有柔的时候 这个关系是 是有弹性的 而且有的人弹性会拉得很大 貌似 你这样 你这呼吸还不离婚 挺好 关键是要在弹性限度内 超过这个 所以人家基本上吵架 我说过这个家鸡打得团团转 野鸡打得满天飞 是吧 它有个限度在里面 把这个限度处理好 谁都是有底线的 不可能是 没有底线 咱们就肆意去扩张 所以 梁东说 说他媳妇的 还是他听别人说段子 以后摔碗的时候拿摔碗包的 省了大伙还得捡 就是发脾气不是摔碗的 啪 这件过来又得去扫 直接拿塑料袋一包 啪 这好弄 好了 我们再休息十分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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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